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到新闻的头条了 所以今天我们一开始就来看看马斯克 在推特方面 昨天已经接受了这一位全球首富马斯克的购买要求 将以大约440亿美元要一主 老东家要换人了 身为推特重度使用者的马斯克入主之后 会如何改造推特 甚至颠覆社群媒体现在备受外界关注 在昨天推特同意 让马斯克以美国54块2毛美金的价码收购 这场剧情峰回路转的求情大戏 也就画下了句点 马斯克曾经预告他收购成功之后 就会让推特下市 而在这个媒体也报道 这将会是最少20年来 规模最大的私有化交易案 马斯克以这个高价收购了推特之后 外界也在关注 现在是设在旧金山的总部 这个推特的总部是不是会搬家呢 以及美国前总统川普被推特停权之后 他现在换了东家以后 那么川普在推特的账户 在接下来会是怎么样 在现在呢 马斯克入主推特之后呢 在推特的执行长则告诉自家的员工 那么推特的未来是充满了不确定性 公司未来的发展 现在是迷茫一片 物理看花 什么都看不清楚 到底是往前往后 往左往右走 完全没有头绪 不过可以晓得的呢 在美国的政党方面呢 共和党很开心 民主党很担心 在推特一主之后 那么对于前美国总统川普呢 倒是很有gots 他说啊 这个是不吃回头草的感觉啊 他说就算这个推特恢复了他的账号 川普说他也不会再用 好 这一个呢 是关于在这一个推特 昨天就是换老板了啊 那个这个换成了马斯克了 好 下边我们来看其他的新闻 我们先看一下美国的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在昨天首次正式的批准 吉利亚医药公司 他所生产的COVID-19治疗药物 瑞德西韦是可以用于出生28天以上的幼童 食品跟药物管理局在数月之前就已经把瑞德西韦的紧急使用权扩大了 涵盖体重最少是3.5公斤以下的12岁的儿童 而在昨天则正式的批准瑞德西韦是可以用作12岁以下儿童的COVID-19治疗药物 在未来这种药物可以供已经住院 以及很可能恶化为重症的轻症和中度症状病童 为他们来服用 接着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这是关于在这个战争方面啊 那么俄罗斯乌克兰的战争呢 现在应该来说 我们说是迈入了关键期了 美国官员则说今天美国会在德国主持与乌克兰相关的防卫会谈 预料呢将会有40多个国家会参加 会与本身会聚焦提供基辅武器 协助在乌克兰方面抵挡俄罗斯军队正在乌克兰东部发动的 可能决定战局的攻势 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汀访问了基辅 也向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承诺提供额外援助之后 将在德国美军兰斯坦空军基地主持这场会议 奥斯汀呢在结束基辅的访问之后 也告诉过媒体就是如果在乌克兰方面有合适的装备 合适的援助乌克兰是可以获胜的 另外呢美国国务院亚太助理国务卿康达则在今天也说 美国的高层官员近日访问索罗门群岛 表达对于索罗门和中国两个国家签署安全协议的疑虑 预计在今年9月将会与索罗门举行高阶的战略对话 要进一步讨论相关问题 在中国当局是在19号宣布与索罗门签署安全协议 美国澳洲等国都在担忧 中国可能因此会在南太平洋获得军事的立足点 冲击到印太区域的安全稳定 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官康贝尔与康达 还有印太司令部的副司令 以及国际开发总署亚洲区代理的资深副助理署长等等 在20到23号就到夏威夷 费级巴布亚 纽纪内亚和索罗门群岛 要到这些地方去访问 那么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亲 就是康达则说 美国在上个礼拜派遣的代表团 已经与巴布亚 纽纪内亚的总理和庶民国防首长会面 也计划要在未来几个月内 要举行进一步的安全会谈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的是 在昨天是适逢藏传佛教第十一世班禅喇嘛 他克登雀吉尼玛33岁的生日 国务院则在昨天也发出了声明 敦促中国要立即查明这十一世班禅喇嘛的下落 而且重申支持藏人宗教自由与文化 认同以及根据信仰选择自己的领袖 在美国国务院 昨天以发言人普莱斯的名义 发布了相关的声明 而昨天就是第十一世班禅喇嘛 跟登雀吉尼玛他33岁的生日 而在当时六岁的跟登雀吉尼玛 是在1995年遭到中国当局绑架 到目前下落仍然不明 好 我们最后还是回头来 看一下前美国总统川普的消息 川普的家族企业被怀疑涉及诈欺遭到调查 却没有提供调查单位相关的文件 美国的法官就在昨天裁决前总统川普藐视法庭 这是纽约州的法官 下令川普每天发缴一万美金 给纽约州检察长詹乐夏的办公室 一直到依传票要求提供相关文件为止 沾了下对前总统川普和川普集团 展开的是民事调查 好 朋友们 这是带给大家 在美国方面的重要新闻 朋友们收听的是德州中文台 我是胡美健 而接下来呢 我们将把焦点转到国际新闻方面 我们一同继续关心国际方面的重要报道 国际新闻首先看到来自伦敦的报道 英国国防部主管武装部队的次长哈佩 则在今天说 俄罗斯总统普丁太急于要在5月9号 二战胜利日之前取得某种胜果 结果导致在俄罗斯现在做出了非常不可靠的军事决定 他表示俄军在部队还没有部署完成之前 就贸然对乌克兰的东部顿巴斯地区发动攻击 也使得俄罗斯的军队失去他们原本可能掌握的优势 他对媒体说 普丁像要在5月9号这一天 以英雄的姿态站在克里姆林宫的台阶上 结果急于取胜 那么造成在乌克兰东部的攻击 现在是仓促形势 而英国国防部主管武装部队的次长 也在今天淡化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说 可能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冲突当中 动用核武的这个发言 他说俄国不过是在虚张声势 拉夫罗夫在心前告诉全世界 不要低估可能爆发核战的可观风险 而且说NATO被大西洋公约组织提供武器给乌克兰 本质上就等于是和俄国打代理人战争 哈佩尔则表示 拉夫罗夫过去15年的招牌 或者是说担任俄罗斯外长就是虚张声势 所以他认为就是目前的情势要升高的风险 他认为并没有 那么也表示呢 对于这个核武方面应该来讲 这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选项 那么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提出警告 乌克兰局势有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真实威胁 对此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也表态了 他说希望有关各方都要保持冷静克制 避免让欧洲与世界付出更大的代价 拉夫罗夫向俄国各大新闻机构发表谈话时 就说会持续和乌克兰和平谈判 但是呢 他也警告又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真实威胁 而且说北约提供武器给乌克兰 就是在与俄罗斯打代理人战争了 那么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就说 没有人希望看到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也希望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 防止局势升级 尽快实现和平 避免让欧洲以及世界付出更大的代价 好接着我们来看的呢 这是在联合国的消息 193个成员国的联合国大会 在今天要表决一项决议 这个决议将要求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 在未来行使否决权就必须要证明具有正当性 关于否决权改革的讨论相当少 而且也是具争议 但是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而又重启了它的热度 那么不具名也不是五常国的大使 有这么一位他就说 这项新提案直接针对拥有否决权的 美国 中国 俄罗斯 法国 还有英国 当他们选择否决安理会决议时 将付出比较高的政治代价 另外呢 世卫组织则在日前说 包括美国在内等有11个国家 现在爆发的是儿童急性肝炎疫情 到目前通报了169起的病例 那么最小的患者只有一个月大 至少还有一名患者因此死亡 以及17名儿童患者需要肝脏移植 世卫所发表的声明说 目前还并不清楚这些肝炎病例是否增加 还是肝炎以预期的速度发生 但是先前并没有被诊断出来 如今应对肝炎的认识增加而发现 那么声明中说 确诊病例的症状是急性肝炎 还有肝炎显著的升高 那么在现在呢 看到呢 在媒体的报道 患者年龄是介于一个月到16岁之间 好 接着我们再继续往下看的 这一个呢 是来自北韩 那么在这里呢 看到北韩的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他表示呢 将要继续的采取措施 要以最快的速度强化发展北韩的核子能力 北韩因为他的核武计划 受到严厉的国际制裁 企图说服金正恩结束核武计划 以的多次谈判都是失败收场 而金正恩在昨天说 北韩的核武是国家力量的象征 而且应该多元化 在北韩在昨天举行了阅兵 金正恩则宣示要强化北韩的核武计划 另外呢 那在现在呢 我们晓得全世界都现在是遭受的是通货膨胀的侵袭 民众生活苦哈哈的 在业界的数据也在今天显现啊 在英国方面 英国四月份的食物通货膨胀率达到了5.9% 创下10年来的新高记录 而评价连锁超市 在现在倒是逆势成长 有越来越好的这个市场的去向 最后我们看到的就是英国也在昨天 接目了一座专供运无人机起降的市区快闪机场 简短的是非仪式中调起一箱气泡酒 被誉为划时代的创举 有朝一日 有可能在这里可供空中计程车来起降 那么这个所谓的垂直机场 可供无人机和日后的电动车起降 支持者则说赞誉 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创举 揭开了是未来第一排放空中运输的一个新纪元 所以这个运输新纪元来讲 这世界第一座市区的无人机的机场 昨天已经快闪亮相了 好的朋友们带给大家 这是国际方面的重要新闻 美国和国际新闻之后 让我们在这一同关心 将是来自两岸方面的重要报道 带给大家中国的新闻以前 还是要在这提醒朋友们 对于就是在我们Harris County的区长的决选 即将在第二次的投票 在这一个是党内的决选 即将要展开 在五月份就要展开了 所以希望朋友们要注意一下 因为有一些朋友可能是长辈们 你们在上个礼拜已经收到了 这一个参加决选的邮寄选票 请朋友们 请这些长辈们 还有还没有收到 或者接下来你会收到 这些选票请不要丢掉 那么你可以和周浩恩的团队联系 他们可以详细的为大家解释 如何使用如何投票 电话打832-266-2068 832-266-2068 那么区长的决选 他的early voting是5月16到5月20号 而正式投票是5月24号 仍然在周浩恩的这个竞选团队 还是提供完全免费的投票接送 可以到你的家门口 可以到社区的聚会所 或者停车场 或者是老人公寓 公寓下边都可以 你只要跟他们联络 832-266-2068 好在这一个关于在投票 周浩恩的竞选团队 所提出来的提醒大家注意的讯息 下边我们来关心来自中国方面的新闻 在中国方面的新闻 先看的还是和疫情 前阵子我们关心的这个最早是香港 后来是上海 现在呢转到了北京了 北京COVID-19疫情持续上升 官方则说 北京市由昨天下午4点到26号下午4点 新增22例本土感染 现在累计呢 已经达到92例 患者呢主要是在朝阳区 而北京市也在昨天宣布 在朝阳区已经开展核酸检测的这个基础上要进一步的扩大区域筛检的范围 由今天到30号起 也会对其余的15个行政区中的10个区和经济开发区 展开三轮的全员核酸检测 在现在呢 北京扩大了核酸检测的防来防疫情的蔓延 所以呢 也宣布暂时停止所有的体育赛事 还有体育类的培训课程 要等待检测的结束之后才会恢复 根据统计呢 这一轮的筛检将会涵盖北京的九成人口 现在在中国多地爆发了COVID-19的疫情 江西省上饶市万年县三天新增了253例的本土病例 单单是昨天25号就新增了131例 有8名在这一个当地的这个是干部防疫不力 包括了工作期间还在房间里边睡觉 或者一直待在办公室 现在已经被立案处理了 下边我们看到在上海 中国COVID-19疫情的重灾区上海 还是希望赶快的实现清零 但是呢 对于人权和民怨啊 现在执行的是硬隔离 许多的社区被围起了铁栅栏 也掀起了沸腾的民怨 现在当局已经改口 要准备实施差异化防控措施 包括了软分隔等等 而且呢 要由官员特别说明来平息 民众的不满 上海市先前也祭出复工 复产重点企业的白名单 数个大厂在18号起就陆续的复工复产了 也有多个汽车厂坦言 复产的效率很低很低 物流卡关工人上班等老板的问题 还没有解决 到底什么时候能够产能恢复 真的没有办法提出任何的保障 另外呢 在中国动态清零的总方针之下 出现的是COVID-19病例的地方 是一下子马上就封闭管理 市民是不可以自由活动 大约有270万常住人口的内蒙古 这个是包头市 它只有两例确诊 也是全市进入禁止状态 在现在呢 连这个是药店都停卖 这个相关的一般药物了 因为Omicron病毒爆发 在中国引发了新一波的疫情 由国药集团中国生物研发 以应对Omicron病毒的灭活疫苗 也在今天获得中国国家药监局的 临床披荐 国药集团中国生物利用 新建的P3高等级的生物安全实验室 完成了对Omicron变异株毒种的筛选 传代还有扩增 建立了三级毒种库 完成了公益的验证 也有多批规模化产品的制备 和品质标准研究 在现在疫情笼罩之下 国药应对Omicron的灭活疫苗 已经获得了临床的披荐了 而鉴于人民币在进来的重贬 中国人民银行也在昨天 以提升金融机构外汇资金运用能力 宣布就是由5月15号起 要调降金融机构外汇存款准备金率 一个百分点 由现行的9%调降到8% 人行发布了消息之后 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汇率就出现了弹升 那么在4月25号的傍晚 离岸人民币兑换美元汇入 还一度跌破到6.6元关卡 创下的是2020年11月以来的新低 而今天则是6.5295元的开盘价 便值超过了700个基点 同一天内跌幅超过了1% 另外中国A股三大指数 在昨天普遍下跌 面对市场情绪的波动 人民银行也在今天罕见的回应 直指中国的经济基本面是良好的 经济的增长潜力强大 人民银行将会加大稳健货币政策 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 另外在现在呢 因为动态清零的冲击之下 那么在大摩摩根斯坦利 也再度的下修了中国经济成长率 预测到4.2% 而且也评估清零政策将会持续到第四季 才会有所调整 那么对于在房地产方面呢 中国现在在这个政府单位 再度出手要就这一个方式 已经要允许就是 这个体制比较优比较好的企业 可以发他的新的这个融资债 来增留他的资产的流动 好朋友们带给大家 这是来自中国方面的报道 德州中文台我是胡美健 在下边焦点将转到台湾方面 现场由台北的新闻主播接棒 继续为朋友们播报 我们一块关心 再带给大家 我们台湾方面的新闻 以前借这个机会提醒您 别错过5月14号 在台湾人活动中心 将会再度展开的是台湾夜市原游会 那么由5月14号礼拜六的早上10点 进行到下午4点 免费入场 免费停车 有经典的台湾夜市小吃 还有这个好听的 有好玩的游戏 好听的歌曲 好看的表演 欢迎朋友们 一块呼朋引伴的参加 在现在购票 买食送衣 特别优惠 不要错过 这是5月14号 台湾夜市原游会 好下边 我们就请台北的新闻主播接棒 和我一块关心 来自台湾方面的重要消息 德州的听众朋友您好 我是阳光主播张旭华 在台湾的消息方面 COVID-19本土疫情持续升温 蔡文总统今天下午到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视察 并为防疫团队打气 总统在视察后发表谈话 表示Omicron变异株传播快速 对健康的风险相对较低 在考虑Omicron的特性之后 防疫将会迈入新的阶段 目前防疫措施有四个重点 首先是持续强化轻重症分流 确保医疗量能充足 在药物方面 抗病毒药物的整备 陆续稳定到位 治疗中重症的瑞德西韦存量充足 政府加定了70万份口服药物 其中35万份在近日抵达 另外35万份也会陆续到货 未来将是储备量持续增加采购 另外家用快筛实名制即将上路 5月3号之前 就会有2000多万剂到货 总统说 我们初步规划 增用大约1亿7千万剂的家用快筛 4剂当中 除了向国外采购并增用14000剂 国内也组成了快筛国家队 来生产供应 在这个初步阶段 3000万剂 5月3号前 将会有2000多万剂到货 因此我们也规划 从近期开始 来实施家用快筛实名制 总统指出 第三个措施是重点疫调 以最小匡列为原则 并将居家隔离缩短为3加4 目标是让防疫 生活和经济能够平衡 最后则是持续提高疫苗覆盖率 他呼吁大家总动员 提醒长辈接种疫苗 才能够共同因应疫情的挑战 居家隔离3加4新制今天上路 重要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指挥官陈时中今天宣布 删除居家隔离3加4中 三天居隔期满的一次快筛 也就是在被匡列为接触者后 快筛一次 四天自主防疫期间 每日快筛 地方卫生局将发给居隔者 一共5支快筛剂 此外确诊者居家照护的 同户隔离者也是用3加4 陈时中强调 居隔一律以接到居隔通知为主 而非收到通知单才生效 他说 接到隔离通知就起算 不以接到隔离单为起算 起算的时间也不会以收到隔离单为主 那上面当然隔离单会把 开始洗洗时间会写清楚 不过是以接到通知为主 那接到通知的时候 就进入相关的一些管理的方式 隔离3加4新制今天正式上路 行政院长苏贞昌今天在脸书发文表示 回溯已居隔超过三天者 从4月27号开始解除隔离 他表示 Omicron传播力高 但超过99.6%都是无症状或是轻症 政府以减灾和照护中重症为重 将持续分配防疫和医疗量能 在防疫经济和正常生活之间取得平衡 国民党今天则是指出 在居家隔离政策改为3加4后 快筛事迹变得很重要 但目前却缺货买不到 要求政府应该提供足够的快筛量能 尽速公布快筛实名制的推行时程 以及开放多样性快筛类型 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多项条例 首先是高雄城中城大火案 烧出老旧建筑物公安问题 立法院院会今天三读通过 公寓大厦管理条例修正案 民众党立委邱成远发言指出 这次修法主要目的是 要求危险公寓大厦必须限期成立管理组织 预期未成立可按次裁拔 希望各地方政府能够彻底解决 老旧公寓无人管理所引发的公安问题 邱成远说 与其能为成立管理组织 并办理报备的危险公寓大厦 按每一专有部分进行裁罚 可处4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还 并得按次处罚 期望这次修法后 各地方政府可以彻底解决 老旧公寓大厦社区无人管理 而引发的公共安全危机问题 国民党立委李德维则是强调 土法不能以自行 强制成立管委会应该要有配套辅导奖励措施 例如补助地方政府业务经费 并对积极配合成立管委会的公寓大厦给予奖励等 他也期许地方政府做好横向联系 强化稽查 以维护民众的居住安全 立法院会今天也三读通过了建筑法第77条之一修正案 新增原有合法建筑物构造安全不符现行规定 经评估检查应该改善者 将强制要求改善及补强 以确保国人居住安全 国民党立委李德维发言指出 台湾未处地震带 东部外海今年以来更是陆续发生多起规模6以上的地震 这次修法就是为了提高老旧房屋的耐震度 加强原有合法建物的构造安全 若结构安全不符现状规定 中央主管机关可令其改善或改为其他用途 另外近年来旅船货站货柜集散站 因为业者管理松散 发生调包走私毒品等重大违规事件 为了强化边境管制 立法院会今天三读通过关税法修正案 明确规范转运转口货物通关 申报及管理 强化货物监控强度 并将违规业者的罚还上限 从现行3万元提高到300万元 以杜绝步伐 继续来关心的是 针对我国援助乌克兰难民的物资运送 和相关费用问题 外交部发言人欧教安今天表示 穆德的650吨物资 已经运出超过350吨到斯洛伐克和波兰 相关空运作业持续顺利进行中 而运费方面将优先从外交部自己的预算云支 若有不足才会报请政院协助 顾佳安说 那我们会做一个妥善的云资 所以也不会排挤到其他重要的外交的工作 那所以我们整个运费 整体总支出 是要等到我们全案办理完毕以后 相关厂商减据给我们清款以后 比较能够做出一个精确的一个结算 再跟大家做一个报告 那其实呢我们表达的是 是虽然很重 总共650吨 3万1000多箱 但是这个运费有价 这个台湾人民的爱心是无价的 我们非常感动 此外瑞典国会访团日前来台时透露 瑞典外交委员会将在两周内提案 把瑞典驻台北代表处更名为瑞典之家 扩大瑞典在台湾的外交工作 让瑞典在台湾驻管 不只是一个经贸办事处 外交部今天表示 瑞典议员返国后立刻提案 目前该案已经排入瑞典国会全院议程 近期将表决 半导体晶片荒持续 但相关需求却多空交杂 像是笔电、手机、电视等消费性电子需求放缓 高效运算、车用电子、物联网相关装置需求 仍在大幅增长 有外媒报道指出 显示卡绘图晶片的采购溢价已经有降低 也就是过往因为晶片荒问题 采购商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 抢买晶片、囤库存 但现在已经不需要支付这么高的价格 若采购商预期价格渴望慢慢回归正常 就不会维持那么高的库存水位 进而将减少采购 渴望加速解决全球晶片荒 对此工研院产科国际所研究总监杨瑞玲 今天表示 整体而言 今年全球晶圆代工会持续供不应求 显示卡绘图晶片采购溢价下降 确实是舒缓晶片荒的路径之一 他说 显示卡绘图晶片现况同样是供不欲求 只是采购溢价下降的趋势如能维持 采购商将回归理性 不积极囤货 不超额下单 那么制造商产能就可以转移给更缺货的领域 例如车用电子高效运算等等 他说 因为这些公司都有不同的产品线 跟不同的一些应用领域 不同的一些客户的组合 这边如果真的开始价格会掉 但是我另外的 基本上我就可以去更多支应其他的一些 现在还极其缺货的领域 杨瑞玲指出 显示卡绘图晶片采购溢价是否能持续下降 有诸多的不确定性 包括全球通膨 乌尔战争 中国风控等 可由厂商财报来观察趋势 他也提到 金元代工业者因为供需失衡问题 大力增加资本支出 不过现在也面临到部分关键设备买不到 交期变长 进而影响新产能开出市场 以上就是今天的台湾重点新闻 谢谢收听 下频道 前面 下频道 下频道 下 STEVEN Avec